媚稜 嗨各位母系古林悦海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母系副總編輯,連世瑤 又到了這個月的早餐會報時間了! 那這個月呢大家都知道 三大節日的中秋節 所以我們準備了月餅,來當作我們的早餐 兩位是第一次早餐會報回鍋的來賓 對,我們是回鍋肉 歡迎編輯學法跟太陽 嗨 這次的主題叫做島嶼樂界 大家可能想說要樂什麼界 島嶼當然很明顯啦 就是我們的台灣 我們這個島國要如何走出這個界線 走出這個國界 其實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今年我們自己特別參與了兩個音樂節 一個就是TNF台北大師新秀音樂節 另外一個是2019 Vocal Asia Festival 這兩個音樂節我們都覺得他們其實 做了這件樂界的事情 從TNF我們是說它是台灣跟世界 Vocal Asia Festival是世界跟台灣 乍聽之下好像沒什麼不同 但實際上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學法跟漢陽都是從TNF在籌備期的時候 就開始參與像是媒體啊 或是宣傳的一些計畫 所以我們就請他們倆來跟我們聊一聊 TNF大師新秀音樂節 因為你們很早就已經在這個計畫裡面了 也都知道這個音樂節大概內容 可是到實際音樂節發生的時候 你們有發現什麼樣不一樣 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 跟我自己過去參與的音樂節或音樂影 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師資跟學生之間 真的可以說是沒有界限 因為他們不管是在吃飯的時候 或者是散步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他們有點 就是像是吸引不離一樣 就是老師無時無刻都在臨旁邊教導你這樣 包括在彩排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老師在上面 他就是會直接教導你說應該要怎麼做 甚至在演出的過程中 你會看到老師跟學生們相識而小 或者是老師這樣稍微搭一下學生的肩 就是我覺得都是一種很親密的展現 然後這個是我之前在其他的音樂影或大使館裡面 也比較少感受到的 我是在訪問Lin Harrell老師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講到一些跨界作品的部分 那老師他本身也有電影作品 他當場也演了馬克白的一個片段 很幸運的我們有把這個片段錄下來 除了Lin Harrell老師以外 我們還有David King其他師資的大師喬喬話採訪 我們之後都能看到 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是最終我們了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就開始打廣告起來了 大師新秀音樂節這個獅子 陣容非常的堅強 雜誌也有大概把這些獅子列出來 那你看的時候就會非常的驚訝 哪裡找來這麼多厲害的老師們呢? 比如說像是大平嘉林 Harrell 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的長笛首席 Emily Bannon 芝加哥交響樂團的單皇館副首席 紐約愛樂樂團首席等等 這些人都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因為大師新秀音樂節的藝術總監 台灣的知名小廷經家林昭亮 由他來主導 他其實是第一次在台灣辦音樂影師的音樂節 希望說台灣的學子能有更多跟世界接軌 跟這些一流的老師可以請一請教的機會 你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這些學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音樂節的課程真的非常多也非常緊密 又有很多的實際操作還有表演 對學生來說真的是大補貼班大量灌輸 這對學生無論在抗牙情還是跟音樂家們合作上 都會是很實作的體驗跟經驗 我們有訪問到一些學生他們是說 因為一整天下來都要排練跟上課 這樣子長時間的專注力需要訓練 他們也認為這場音樂節有得到很好的發揮 不停在突破自己極限的感覺 就有很多學生說 我們晚上本來想要出去玩一下 後來我就覺得練習練到好累 算了 我們還是早點睡吧 應該要專心置之在這個音樂節裡面 而且聽說你們兩個也有被這些大師圈粉 是嗎? 對 像我很喜歡Romosa Quartet的Debra Pé 因為我覺得他在上課的時候 他在演出彩排的過程中 他跟學員的互動都很溫暖 所以他們會在線紋的時候擁抱 彩排的過程中你會看到他很認真 真的很仔細也在教導學生 也會適時的給予他們一些鼓勵 讓我明年有點想要參加 但我不是拉大提琴的 我是被Lin Harrell缺分 那事實上在Lin Harrell他的電影缺分的時候 我就已經被缺分了 只是沒想到在近距離接觸的時候 哇 他真的是一位很可愛的爺爺 而且是有非常多東西可以給你的 不會有給你太大的壓力 所以明年也想參加了嗎? 對 所以... 會想 剛剛講了很多都是學習的部分 那不知道到最後他們在這個音樂會演出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一個呈現 他們總共分了三場 第一場在高雄威武營 第二場在台中 第三場在北藝大 我去聽了高雄場跟台北場 我覺得這兩場很大的差異是 第一場也很棒 但是因為他們畢竟算是第一次合作 所以這還有一種在暖雞的感覺 但是到北藝大那場之後 尤其是貝多芬第七號交響去的 我真的覺得非常棒 就是老師跟學生聯組一體 合作一體的感覺 他不能說媲美職業樂團 但他的確有一些職業樂團沒有的東西 我覺得到台北場的時候 真的有感受到師生他們一起的那種力量 一個向心力的感覺 就會覺得真的是一團樂團 一團樂團 就真的他們就是一個樂團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這次 島嶼樂界的第一個部分 TNF 台北大師西秀音樂節 台灣語世界就是由台灣來迎向世界 我們迎來了這些世界級的大師 學生也是有來自很多不同的地區跟國家 第二個部分就是2019年Vocal Asia Festival 舉辦地點在日本的高松 最近這個高松非常的火紅 因為他們每三年就會舉辦一次賴呼內國際藝術季 這一次Vocal Asia Festival非常厲害 因為他們是跟賴呼內國際藝術季 談到了官方的合作 也就是第一次賴呼內國際藝術季 有所謂的節中節 在一個大的藝術節裡面 又有這個表演藝術形式的節慶在裡面 那這次是由我去參加 當場我就覺得說 哇這也真的是世界跟台灣接軌 或是交流一個非常好的管道 因為他們雖然是在日本舉辦 可是他們參加的團體是來自全世界各地 詩詩陣容也是非常的強 就比如說像是阿卡貝拉界的天團史溫格歌手 對也是他們的這個師資之一 那當然史溫格歌手最後也有在這個音樂會上演出 他們是非常精實的四天 前三天白天都是有大師班或是工作坊 晚上都有音樂會比賽等等 那到最後一天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它就有一個叫做阿卡Day的活動 就是阿卡日 那因為阿卡貝拉我們大家都知道是 純用人聲來演唱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們這次更特別的是 除了在這個高松街頭有這個阿卡Day 想要參加的人去報名都有機會登台 他們還派了這個阿卡貝拉的團體 到那個藝術品裡面去演唱 藝術品 對因為它的藝術品都非常的大 就是這麼大的藝術品 人是可以走進去的 而且像我參加的是這個小豆島的場次 那他可能請到了台灣的歐開個唱團啦 金曲歌王桑布依啊 或是說高雄去的Moment Singer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一次也的確是世界跟台灣 他們在世界帶了台灣在世界的舞台上 我想跟大家不管是觀眾 或是說跟其他的音樂團體都互相的交流 這一次的這個島嶼樂界呢 我們就是挑了這兩個音樂節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知道說我們可以用音樂的方式 來帶出我們島國的特色 而且可以跟世界接軌的一些不同的一個形式 那麼母技早上會報下次再見囉 掰掰 今天早上會報大家喜歡嗎 喜歡的話我們按個讚 或是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的話呢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麼我們自己早上會報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